就是什麼呢?就是學蝕 學蝕 學蝕,是的,所以我就服這個主席,不服這個主席 主席,就是黃主席 我想你問一下何主席 你說你現在服務的機構 就是一個政府委任的機構 那我明白,那個機構是不會沒有的 那你在一個這樣的機構裡面 給這個特首不斷誘論 是不是?是一而再,再而三 如果今次香港電視 量身訂造 上次你說人家不夠錢,加錢 你說人家做得太多,做少些 這樣都不批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繼續留在這裏 我明白,黃主席,你國民好 以前那些婦女被人說 顛污了名字,以死名字 現在是不用的,現代社會 以走名字就行了 辭職 是的,顛污了名字就被人傳 說有少少在後花園私會 都以死名字,現在你以辭名字行不行 要先看一看啦 是不是啊? 李教永也在這裏 來,你… 三、四、四、四、五、四、五、四 是兩分多鐘,你想怎樣 我還給你證明 你發明那個六八九的花名 是比一男子的花名更好 我現在證明 就是說如果六八九梁振英繼續這樣誘論你 你代表的伙計 就是你下面的人 包括是李女士在內 不能夠聲變的時候 唯一就是以死明智 因為你不是公務員 何淑儀女士就不同的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明天就做別樣了 李總監也是 李總監也是 借過去的 最興的 李總監就不用辭職 那你辭職 李總監就辭不了職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辭職 代表所有公務員 去丟六八九的帽子 是不是這樣 梁國雄 現在還有幾十秒 何主席 我好尊敬你的 你要讓他回答 何主席 請你回答 梁國雄的問題就是 他的假設 你今次處理香港電視牌照 你又批給他 對於行會 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又和你做相反的事 不批 那你會不會辭職 很簡單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梁國雄 不要惹污自己的名字 可不可以不答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這個會發生的 這個不是做法律 但何主席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之前是發生過 那些委員 或者我們議員 有這樣的質疑 甚至乎有這樣的看法 你都應該答一答他 你給個機會 我們做好 這個合理的假設 已經試過一次 OK 好了 他已經不回答你了 下一位陳志全 謝謝主席 其實經過上次 免費電視發牌 三間變兩間 大家都好知道 通訊事務管理局 和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是兩個獨立的組織 你交給他的建議 他是可以完全相反的 因為他不是橡皮圖章 不是你說OK 他就說OK 所以其實我也是想問梁國雄 和湯家驊議員 剛才問過的問題 就是如果今次 你交給他的建議 特首會和行政會議 回來又是完全相反的 我不問你會不會辭職了 我叫你辭職 你可以答不會的 或者怎樣都不走的 我想問的問題就是 現在大家知道 你的能力範圍是這麼多的 你是做好你的建議 其他的就是強行所難的 我問回就是 在文件裏面 平核牌照申請考慮因素 即第九段的E E那裏就說 新免費電視的持牌機構 對本地電視市場 可能造成的影響 所以這個問題 因為是你們的考慮因素 就牽涉到 剛才我們問的很多問題 譬如阿市會不會續牌 現在拿到免費牌的 那個有線和now 究竟他們會不會啟播 什麼時候啟播 會不會做不到生意 一開台就立即 摸席 那這些因素 其實都是所謂的 對本地電視市場造成的影響 我想何主席 你解釋一下九E那裏 是怎樣去衡量 對本地電視市場的影響 導致它發 還是不發呢 何主席 其實那個所謂發牌的因素 就是在文件第九段那裏有五項 那現在陳志全議員 就只要問你這個項 OK 或者你回答他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叫你辭職 那你可以選擇答完不答 好嗎 謝謝主席 其實這個因素 不是一個新的因素 來的 我們上一次做一個 檢視那些發牌申請的時候 已經是有這個因素在 所以我們會 現時我們就是 請一個顧問去審視 現在現時那個 免費電視市場那個環境是怎樣